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陈瑞文先生呢 我们在上一次中央研究院 地球科学研究所 汪中和教授讲完之后 为什么我特别第二堂 就安排了陈瑞文先生 因为汪中和教授 我为大家来复述一遍 他在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 他提出来几个结论 第一个 本来北极是一个最冷的地方 在冬天的时候 有一个叫北极漩涡 这个北极漩涡呢 因为它非常冷 北极的温度非常冷 所以它非常强 把所有的冷空气 都圈在北极圈 但现在 北极是全世界 升温最快的地区 总共上升了20度 所以今年北极 有些地区在冬天的时候 是摄氏2度 3度左右 因此这个北极漩涡 一年比一年小 它的力量就一年比一年松散 因此 它就分散成两块 它散开来了 当它一散开来的时候 你想上去好像一个洗衣机 洗衣机你的漩涡 转转转转很快的时候 碎的衣服都在中间 这个洗衣机转很慢很慢 衣服就散开来 它就散开在加拿大的东北部 散开在西伯利亚 于是我们就看到 气候是变暖吗 好像变很冷 因为西伯利亚 这个可怕的北极漩涡呢 现在大家叫北极震荡 它就把它吹向了南欧 所以意大利 威尼斯 科西加岛 地中海 变成了加拿大 然后北极变成了地中海 然后另外呢 有一个是吹向美国的东部 而我指的是三月天 然后好不容易天气呢 停下来 快速地升温 明后天 纽约又要下大雪了 那气候的剧烈的变化 我想各位也会感受到 昨天好热 今天开始冷 据说明天又又会非常热 我有一只狗叫忽冷忽热 这只狗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好的 描述我们当代现象的一个名称 那今天呢 为什么找陈瑞文先生来 王正洛教授讲了刚才那个概念之外 他讲第二个概念 当北极变成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就是哥本哈根大会是2009年召开 那一次是全世界的地球科学家 认为这是我们挽救地球 适合人类居住的 final chance 最后一次机会 可是那时候我们刚好面临了金融海啸 各个国家的领导者 无心面对全球暖化 包括美国总统欧巴马 包括中国的领导者吴锦涛 他们就自己的眼前经济 他们认为更重要 于是我们错过了那个时机以后 二氧化碳排放一直上高升 连本来最重视绿色能源的德国梅克尔 都为了维持他个人的连任 他让德东地区的最肮脏的贺煤 可以开采 然后大开火力发电厂 停止可能发电厂 最终德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在过去几年上升了将近7.8% 那所以呢地球呢 不止没有降温 继续地升温 那所以 其实在2011年 哥本哈根大会失败之后 一年到两年左右 我有一个好朋友 现在他已经移民到夏威夷去了 他是台大大气科学系的主任 也是台大气候变迁中心的主任 他后来从大学教授退休 叫柳中铭教授 他就介绍我们认识了陈润文先生 他说It's too late 已经太晚了去讨论 涉世两度这件事 我们现在要面临的是 当地球一直升温 干旱是长期的状态 然后当你觉得干旱到发风的时候 突然下来了一个大雨 这个是很强降雨 你的水库来不及沉水 这个雨 第一个你来不及收 第二个它造成可怕的洪涝 第三个因为长期的干旱 它可能会瞬间造成土石流 所以那个灾害会非常地严重 所以防灾他觉得最重要 因此当时他就给我介绍了 这个概念叫海绵城市 他说 讨论全球暖化 把气温拉回来 已经太晚了 我们现在要的是action 是行动 这个action是什么呢 就是海绵城市 那今天陈润文先生呢 他作为一个海绵城市 在台湾 我想很多的人 没有听过陈润文先生的大名 可是你知道吗 在COP21 COP22 COP23 或是每一年联合国气候变形大会 大概都是在 差不多11月底 12月初的时候 照看 那 他们都特别会邀请陈润文先生 进国家馆 什么叫进国家馆呢 这是 法国的国家馆 这是英国的国家馆 但是JW工法海绵城市 它被当成 整个气候变形里头 被推在 希望所有的国家馆都可以看到 这个是解决方案 它被摆在国家馆里头 那光是去年呢 全世界有二十几个国家 就当场和陈润文先生 他们的公司 JW工程呢 就签了合约 希望他们可以到 他们的国家里头 赶快把海绵城市 推广起来 那中国大陆现在 正在灶害两会 两会过去呢 中国大陆已经开始 实验了海绵城市 那个时候说是三十几个城市 可是都是很小的城镇 它是实验性的 这是十六个 是大的城市 那我刚才请教了他 他说 JW工法里头 跟他签约的全世界的国家 大概有三十几个国家 其中包括美国的纽约 包括德国 包括法国 包括英国等等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很想问他几个 第一个 海绵城市这个概念 它代表的是什么 第二个 为什么全世界都来拜托 一个台湾所建立的JW工法 而台湾自己 却没有出现海绵城市 第三 台湾有几个海绵城市 或是类似海绵城市 概念的实验城市 包括台北跟高雄 为什么最后 台北所盖出来的 实验城市的三纵三横 它还是淹水 它完全没有海绵 这个海绵是不吸水的 它变成了尿布 比尿布还要糟糕 那我想来问他 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台湾自己本身 所建立出来的JW工法 在世界上 被各个国家重视 然后希望 他们可以到那些国家里头 去推海绵城市 然后而且已经开始 进行各种工程 这里头还包括非洲的国家 所以非洲国家 比台湾的国家 还要有远见 在这件事情上 而台湾呢 重视这个议题的人并不多 一旦有城市 重视这个事情 市长重视这个事情 它交办的人 就把它做成另外一个样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那为什么海绵城市会变成 对全球重视气候变迁的人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我们先给陈若荣一先生掌声 好吗 陈若荣一先生 谢谢 我刚刚跟他说 我们不要一次跟学生讲话讲太长 可能会睡着 他很自信哦 我狂妄的朋友李奥走了 今天来了另外一个小的 他说 我告诉你 我演讲学生你绝对不会睡着 喂 现在睡着的人刚才醒过来 谁睡着要叫隔壁的人把他叫醒 要不然的话我们陈若荣一先生会觉得说 我到哪里去演讲 人家都没有睡着 怎么到亚洲大学来 学生睡着了呢 OK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对大家的影响都很高 影响不只是干你的个人生活层面 其实里面学各种不同的科系 这些东西都会跟 比如说你如果是做大众传媒的 那你如果是做资讯工程的 或是你是做创意设计的 你怎么样在这个概念上面 去发展你自己的专长 息息相关 我们先请陈若荣一先生坐下来 谢谢 我现在桌上这是啥 这个是什么 来 您介绍一下好吧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简单的模型 因为它跟传统我们以前看到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必须要透过模型 让各位同学 让各位嘉宾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说 这个跟我的想法好像不一样的 是一个顛覆的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 你可能就会做一些连贯下来 来 这个是 从这里来看 那我们的底下 事实上就是一个水库 我举一个例子 假如我们的整个城市的道路 包括你的庭宴都是一个水库 我们台湾不需要再建水库 也不需要建志宏池 所以这个就是道路底下就是水库 那有什么好处呢 等一下 在你讲好处之前 你先告诉我这啥 这上面 这个就是人行道 我们看到的马路 这个是地砖的表面 OK 地砖的表面 因为我们既然要好 内在要好 但是表面也要好看 所以表面它的呈现是地砖的感觉 还是说有任何一个造型 我们的地板就是有很多的造型 不会像一般的传统马路是一个黑色的 是一定是黑色的 那不一定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开车的马路吗 可以开飞机的马路 开飞机 重型车 重型机 重型车都可以坐 那这几个洞洞 不会把它们弄翻吗 这几个洞洞就是我们的皮肤的毛细孔 你看我们在大地的建设 在建马路的时候 封闭了我们大地的毛细孔 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它压下来一点 同学可以看清楚一点 好 这个是它的立面 那这个立面这里 旁边这里 这就是你们施工后的马路吗 那不是会变得很厉害 当然也可以不需要有这个纹路 OK 它可以做一个是平整的 那不要小看这个洞 这个洞有 看起来这里有四个洞 对不对 十公分一个洞 最重要的是这四个洞 那其他都可以封起来像这个皮面一样 是 这四个洞呢 你看到了其中两个洞 两个在呼 两个在吸 像我们的鼻孔是同时呼吸 但是它不是 它是一个鼻孔吸气 一个鼻孔吐气 二十四小时不用动力 没有动力 它自然的呼吸 在马路 所有的马路都在呼吸 那这个就不会有 再倒回来 水灾的问题了 我们再倒回来 然后这下面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楼板 楼板 楼板的概念 因为我水库的上面 还有我的行车的安全 以及马路就是希望说 我们能够有一个安全的路 能够让我们平安的回家 所以它的结构安全是非常重要 所以下面是水 这个是一个楼板 它不是水泥 是水泥 所以也因为是水泥 所以才能达到节能减排 又可以修复环境 这个可能你们传播系的第一次听到 刚好相反 对啊 刚好相反 很多环保团体都会说水泥是耗能的 但是以现在的环境它是偏酸 我们水泥是减 而且水泥的寿命是一个长久性的 那用水泥呢 可以中和空气中的酸 可以捕捉臥氧化碳 我们中部就不会有埋害 就不会有空气污染 我们的汇部就不会 汇癌就可以减少 你说即使我们现在火力发电厂全开 我们也可以有库啊 那是一个错误的 因为我假如让所有的地板 所有的道路都是变成一个 会呼吸的道路会降温 我们的用电是绰绰有移 我们根本不需要再开深澳煤厂 没电厂 我们不需要重启 我们也不需要把台中火力发电厂全开嘛 根本不需要 为什么 我的马路只要降温 我的都市降温一度 我就可以减少6%以上到8%的用电 那整个城市假如是一个 地下都是水库一个湿地 一个会呼吸的地板 就像冷气一样 我整个城市可以降低3度 那降低3度的时候 我每一个家庭就可以节省 最少18%的用电在高风起 那我们还缺电吗 所以简单来讲 台湾的核能发电全部加 也不过就是6%嘛 然后呢 台中火力发电厂 台中人实在是了不起的奉献者 你们呼吸的空气很糟 我刚来 我从台北来 真的是太糟糕了 可是呢 台中火力发电厂居然提供 全台湾20%的电力这样 然后在下面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 它就是一个湿地 我们的道路就是湿地 就是一个保水层 保水层 那很关键的就是说 我刚刚提到了 我们这两 这个两 你看到的洞 洞的下面就是这两支管子 这个也就是一个结构 等于起带的钢筋 马路起带的钢筋 那这两支呢 管子下来以后 它的空气在对流的时候 在这里 因为这个是碎石层 那碎石层有很大的孔隙力 空气可以在这边做循环 脏的空气进来的时候 会被这个碎石底下 一个潮湿的地带呢 把二氧化碳跟有机物 跟这一些灰尘吸附 所以出来的空气是干净的 那这一些维生物呢 在这个地方 它的家就住得很舒适 而且它可以蓬勃发展 它下面这个黑色的球 下面黑色的球就是 像保龄球这个是 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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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水就在这里 对 当然也不一定是完全用这个水 可以用一个水铺满 水箱 很多的做法都可以做 但是我最基本上的就是说 你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就是 像这种球 叫生态球 生态球在像我们的农田 有一些重金属 像有一些排屋有重金属 你只要用这个生态球下来 它就可以很快地把重金属给解除 那另外 我们像有一些重金属 它像钳这一类的 龚这一类的 它有时候可以利用底下 因为这条生态公卡这个铺面 底下很多的空间 所以会有很多的蚯蚓 那蚯蚓就是对重金属一个 很多人还很多科学家 还有很多农田 他们还养蚯蚓来改善 他们的农田的重金属的一个改变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铺满了 这样的一个海绵城市 我们的表面会还蛮漂亮的 可以坐飞机 你的说法 然后这四边有四个洞 这个四个洞的水就透过这里 所以看起来虽然是水泥 它还是有水可以下来 下来到这个地方呢 它有很多一些相关的微生物 什么东西都是留在这个地方 就是湿地 湿地 像湿地 就我讲微生物 青苔 那些 比湿地还好 然后再往下呢 它这边就是一个水库 这里就有很多水 然后说不定蚯蚓就会钻到这里 那你叫我喝蚯蚓的洗澡水 因为湿地 湿地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是利用湿地 湿地底下有很多的微生物 那传统的湿地呢 我们听得到湿地 湿地 各位同学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概念 湿地好像是在河川旁边 对不对 那个才叫湿地 有一些河川旁边比较多 不对 河川旁边它还不代表 它的土壤底下会有空气的循环 湿地底下还不代表说 空气能日顺到地底下 但是我这里是空气可以进来的 它是24小时在透气在循环 所以它的微生物的生存空间就很大 然后它可以帮我们把铅啊 然后一些二氧化碳转化变成有机碳 那我们的水质曾经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系纸那里有一个工程 它是一个原来一个排水沟 臭水沟 那臭水沟呢 那边很多事业 那个水沟里面很臭 还有老鼠 蚊领 蟑螂那些很多 那后来它把它完全封闭了 那封闭以后呢 把水沟封起来变水库 最后环保局 新北市的环保局认为 这个是一个低碳社区 一个环保社区 你这样臭水沟 一个排水沟 你把它封起来除水 那不是会污染我社区吗 所以它特别去调查那个水质 它调查了六个地方 包括基隆河 包括加东西等 全部六个 那调查完了以后 它当然包括这条生态工法 这一个铺面 后来发现 原来的臭水沟的水质 比细子加东西 上游山上的三浅水 细子很多人拿那个水来泡茶的 我们的水比它干净 我们的PH值是8.3 我们的溶氧量是7.7 那我们的氨氮是0.06 加东西是0.2 那大肠干净 我们是1.8 它是2.9 所以总体水值我们是最好 等一下我想请问你 你有什么样的毛病 去想出这个概念 因为这很厉害啊 就说是什么促使你 像柳州民教授把我抓来 我当时就觉得 因为你们看起来 你不是说什么地球科学专家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 去研究这一套的海绵城市的生态工法 我想跟各位同学在一起 也不满大家 我想网站都看得到 我因为小时候读书叛逆 不爱读书 我只有国中毕业 那当然在国中时期 我还一学期翘课50天 那这个不要讲 外面不要让人家知道 那勉强就是拿到毕业证书 但是我在Corp 21的时候 很多媒体采访 大概有三十几个国家 那其中有一个国家 他来采访我的时候 我说只要你心中有爱 你就会去思考到别人 然后只要你心中是有爱 然后是一个不自私的 你在考虑的东西 就不会完全以金钱跟名利来衡量 那因为我本身也因为空气污染的问题 我的呼吸气道有一点过敏 那当然在家里看电视 常常看到什么 还有看新闻就看到说 哪里水灾了 然后死了多少个人 然后哪里风灾 哪里什么样的一个灾害 那我从小因为不会读书 那也真的是懒得读书 那当然我遇到问题 我出了社会以后 我比各位可能更辛苦 因为没这件事情 我在学术上没有得到 而且以前的资讯也没有那么发达 我已经超过六十岁 那当然这个也不会上网 那所以呢很多东西 你都是必须要用实物的 遇到问题去想办法去解决 而且你不是从学术出来的 你也没有办法从书本 我好像没有看过一本书把它看完了 那所以你碰到问题 你就是要解决答案 所以我大概 我大概出了社会以后 大概半年以后 我在找工作真的是找不到 因为你想想 怎么可找得到工作 后来也因为这样没有办法 被逼着当小老板 就自己带个几个班 做小工 就带几个工人做工 所以你原来是像那种 帮人家盖房子的工头 对就是一个小工头 那小工头呢 遇到问题 我都是亲身去解决 然后想办法让他的效力 就应该讲一句话叫做用心 那事实上我不喜欢当老板 但是没办法 因为找不到工作 因为凭协力凭什么 你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也因为这样 那被逼着 到今天为止 当了40年的小老板 那很荣幸就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 但是我刚才的问题是 你去做工头 怎么做到这个头 因为我考虑到 我们在做工程的时候 我一直怀疑 为什么我们要把水排掉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上游 上游建了一个村 然后我下游 根本就没有关系的 结果因为他建村 建马路建得非常好 他们就有排水沟 他的排水就排到下游的村庄 然后下游的村庄淹水 那很奇怪 因为我做工程 我了解 他为什么淹水 但是政府机关不懂吗 应该懂 因为他知道排水 当然水是往上流 对不对 好像讲错了 往下流才对 所以你看他们就不睡觉了 好 水是往下流 他不是往上流 我刚刚好像 所以也因为这样 我很清楚 那一个村的淹水是因为人为 以及他对环境不懂 还有就是 我只做我的工作 至少门前写 那当然淹水是你家的事 事实上我们很多的城市的建设 很多的災难都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建设 还有本位主义 很多人 反正就是多做一件事情 就多错 少做就少错 那今天这条生态工法所谈的里面的内容 关系到在座每位 未来的健康跟你的经济收入 跟你的相关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住家 从你早上醒来呼吸 第一口工具 跟这条生态工法都有直接关系 我在联合国秘书处的采访 我说这条生态工法影响全球未来90亿人口 目前可以影响70亿人口 那两百个国家 十年前我讲说 没有一个国家能继续这条生态工法 但是因为领域太广 就当然会影响到别人的生存 因为它叫做革命 叫做完全的改变 好 所以你作为你是台湾岛的人 中华女 作为你中华人 你是我们中华人 你作为一个台湾的 你总共觉得可以影响70亿人 十年前讲这一句话 大部分的人都确认 但是我们在联合国的国家会议 包括秘书处 包括很多来自全世界 都是相当有名的环保专家 各部会来到我们的摊位 他们都是心存感谢我们 然后一直希望把我们的技术带回 所以当柳忠明这样一个在美国 拿博士学位在台湾 台大气象科学里头 是最顶尖的专家 那那个时候八八风灾 也因为他在台湾这方面的顶尖 他就被请到总统府里头 然后变成总统府在关于气候变迁的首席顾问 那时候主持整个会议的还层级高到有副总统 所以我们都还以为有些问题会被解决 后来他就对官方彻底失望 然后之后他就移民到了夏威夷 可是我发现柳忠明教授 每一年我到巴黎去 他就打电话给我们说 他也在巴黎 他就陪了陈瑞文先生来参加COP21 那你怎么让柳忠明这样一个学历那么高 你国中才毕业 你怎么让他发现了你 而且怎么让他觉得 你这个才是解决方案的 柳教授是在台大的时候 因为这套生态工法的补碳 补周碳的一个效果 我自己做了一些实验 那成效非常好 但是我去告诉人家说 这套生态工法可以补碳 可以做碳交易买卖 可以给国家带来很大的经济 然后给人民很好的健康 给环境变得很好 那谁会相信你 老王卖瓜 所以我请柳教授来帮我们再做一次实验 做一个在台北科技大学那边 用他的方法让他去做一个实验 那做实验完了以后呢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我是一个教授 我在这里教的是几个学生 然后呢 我要提早退休 我要投入这套生态工法 因为这个是 可以好好的推动到全球 那我只要在这里教书 影响的也只能是几位 而且我谈的是气候 陈先生的你这个技术 是真正的一个调试跟解决的方案 是实物的东西 不是理论的东西 这两件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我请教一下陈先生 就是说刘正明教授认为 他希望透过这套务空法 挽救这个世界 他认为本来已经不可挽救的议题 陈先生的背书之下 全世界有很多国家跟你签约 你要不要叙述一下 是哪几个国家好吗 我这个实在是几乎记不了 欧洲有华国 德国 英国 还有一个什么 現在的蒙古 日本 還有我們當然 非洲 還有我們中國大陸 很多 非常多 現在等著跟我們簽約的將近一百個國家 將近一百個國家 將近 我們已經簽了三十幾個國家 然後我下一個問題 請問台灣有一個城市跟你簽約嗎 台灣的城市 因為台灣 台灣有沒有任何一個城市跟你簽約 沒有 為什麼 簽長期的 為什麼 我想因為 你會不會很沮喪 我想應該是這樣 很多人因為不理解 不要說別人 這個應該同理心 像我也是一樣 我也是想說外國的業量比較嚴 但是事實上 因為台灣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 我因為早期 因為想 這套生態工法在我的手上發明出來 創造出來 它影響到的層面太大 所以我那個時候做了一個很大的錯誤的決定 我把這個專利呢 就是 只要按照這個標準 按照我的標準 合格的標準 然後 檢內沒有通過的 在台灣使用是不用收錢力金的 那本來這個是正面的 是一個善的想法 結果就影響到別人了 你意思是你想把它奉獻給故鄉 不要完全變成你公司個人的收入 所以只要符合你這個JW工法的相關標準 他可以排除你的專利吧 對不對 我們授錢他是免費來使用 對 因為我怕他掛 掛 掛 狗頭賣羊肉 掛 掛羊頭賣狗肉 好 然後但是 沒有關係 但是 你本來是一片好心 為什麼它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所以很多事情要用負面去思考 我用正面去思考的時候 我是想說這個可以為台灣 節省到未來維修的費用 因為這條聖太公法呢 一條馬路做完了以後 10年30年不會壞 然後又便宜 然後又可以帶給大家 經濟上很大的收入 我曾經講一句話 10年前 我行了一個吻給總統府 我說我要把專利送給政府 然後這個技術在10年後 在幾年後 台灣人不用工作 一個人可以分到100萬 台灣人不要工作 可以分100萬 我這一句話我兌現了 我在聯合國企劃會議 我一樣講這一句話 這個很瘋狂的 這一句話是很瘋狂的 那因為探交易呢 以整個探交易 你回來 不好意思 我講寬 對 因為你太投入了 不好意思 但是我想讓同學們更清楚了解 你把它行文給總統府 在10年前 然後要送給總統府 然後希望 你沒有負面的思考 你只有正面的思考 好了 你後來碰到在台灣的難題是什麼 因為你想馬路做完10年30年不會壞 那不就所有地方政府 民意代表還有很多的做工程 都沒工作了嗎 我不就得罪了很多人 你就擋了很多人的財路 對 雖然你幫助了整體的國家跟老百姓 這樣講對吧 對啊 直接利益者 他就會以為我在斷他財路 事實上我沒有這個想法 我完全沒有 那第二個 我剛剛又講了說 我這個可以掃開冷氣機 那這些發電的不就有冷氣機的 冷氣機 那空氣沥清氣的 水質過濾機的 他會想 你幹嘛 你來 你怎麼擋我財路啊 那些人沒有遊說力 我太了解台灣的政府機構 真正你一 當你一說出30年不要維修 這件事情 就可以把50年來的 各個城市裡頭的 從政府到各種不同廠商的利益勾結系統 你把他們氣瘋了 你立刻把他們氣瘋了 你知道有些 我也認識一個老一輩的朋友 他在台灣有上百億的財產 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鋪馬路 鋪馬路呢 立心鋪厚一點 鋪輕一點 對他來講 就是幾億元的收入的差別 所以呢 這幾十年下來 他就只做一間鋪馬路 那為什麼每一次差不多得標的都是他呢 幾十年來都是如此 換市長也都是如此 你們有沒有想過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系統啊 所以當你一提出這個構想 你在這個政商勾結的社會 這個政商勾結的政治結構 不管壞誰指正 一走不通 是吧 我想 我想因為 我一輩子也不懂得政治這一類的 那因為我是從基層 從最基礎開始 你看從 開始在當協徒 一天才多少錢 然後過的生活是非常的困苦 因為工人是跌不疼 跌不疼 糧不愛 他是一個有做才有錢 他不像一般的上班 還有一個基本底薪 什麼都沒有 你今天下雨天沒有工作 你就是零 所以事實上到今天為止 我們的工人還是很辛苦 有一些人說他一天三千塊 事實上他只有做十天 只有做五天 然後呢 還要自己勞保 還要自己什麼 什麼都沒有 所以 當然 從我的角度我會思考 因為我們的環境的問題 還有我們整體的利益的問題 我們為什麼薪資不漲 我們為什麼會痛苦主數那麼高 等一下 你跳太遠了 我來 您說您沒有不懂政治 這我理解 但是為什麼人家 其他國家會跟你簽約呢 因為我後來 在台灣的教訓 我學到了成功模式 怎麼合作 因為我現在就是授錢的時候要拿錢 因為我以前不拿錢 那我現在是要拿錢的 別的國家包括大陸 包括不管哪裡 我的合約是必須要付我全力金的 為什麼授權拿錢就變成功模式 因為這樣大家有錢賺 那授權拿錢 我本身就有錢 然後被授權者也可以是一個 好好去經營 然後他也可以壟斷市場 也可以去應該說獨家吧 因為被授權你就有這個品牌的經營 所以你就像CV11 你要買CV11你就跑到CV11 對不對 你要買一個LV的包包 你就是它是一個品牌吧 那當然他們就會賣貴一點點 簡單來講就是你有這個功法 但是你並沒有那個實力去改變 跟壟斷那個市場 可是當你開始授權 你有權利金 而來得到這個授權的那個廠商 他才可以做 是有能力在那個國家 或是那個城市裡頭去得到工程的 這個模式這樣才可行 對不對 是的 所以你把你欠缺的去改變那個 去得到那個城市的工程的政治能力 你把它交給對方 然後你跟對方收錢 然後對方就可以壟斷市場 然後對方有錢賺 你也有錢賺 結果才變成成功模式 還有一個是一個品牌 因為我發現像台灣 有一些我們讓它是不用錢 就授權給它去經營 然後授權台灣的政府單位 還是民間使用 它因為不用錢的它不遵惜 它甚至於會仿貌 會抄襲 會偷工減料 在台灣就有好幾個案例 包括政府單位都這樣做 那這個是很可惜的 那假如以授權的話 它就不敢 為什麼 因為我名字讓你用 你結果你偷工減料 造成我的名字的損害 你可以告它 這個是非常不好的 那所以我現在是一個授權 為的是也是一個保護品質跟品牌 那JW兩個字是因為是我的名字的縮寫 所以JW是必須要負責的 好 來 我請問你 你在美國的紐約 你授權 那授權給他們去做 那最主要現在紐約在鋪這個海綿城市的是 紐約哪幾個地區 你知道嗎 現在 我們第一個完成的案子 就是在伊利諾大學 香檳婚校 就是在芝加哥香檳婚校 那裡就有做JW是在公法 就Eleanor Champagne那個學校 然後紐約 我剛問你紐約 那現在有幾個工程剛規劃好 就是有那個社區 整個社區 它是因為他們社區缺水 那很多社區他們都規定 你的社區 你的房子要有一個生態池 要有一個住水 儲水的工程 因為它的規定是你的水不能流到外面去的 所以他們本來都要做一個湖 做一個生態池 一個池子來裝他們 Cover他們自己家的移水下來的移水 那現在他們這樣會變成很浪費地 它轉過來用這道生態工法的時候 有什麼好處呢 它的車道底下就是儲水庫 它增加了空間 還有因為它減少了儲水的水庫 這個儲水塘 它又減少了維護 像我們南部最多的生態池 這個意思 你跳開來來 法國 巴黎 法國你是主要是在哪裡呢 法國我們是在那個 法國我們是在那個 一個叫什麼阿爾畢斯山 什麼山的下面 一個城市 對不起 英文我不懂 不要讓他們知道 我講小聲一點 所以那個英文的名字我認不出來 就在阿爾畢斯山下有幾個城市 他們就是希望說使用這道生態工法來整個建造 我是跟法國國家科學院的一個科學家合作的 他的道理很簡單 因為在阿爾畢斯山是法國下面這些小鎮 他們最重要的觀光來源 就是爬阿爾畢斯山是所有歐洲人一生一定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那附近的非常多個小鎮 都是環繞著阿爾畢斯山 可是阿爾畢斯山隨著全球暖化 它的積雪越來越少 然後它的冰川一直往後退 所以導致的結果就是他們已經知道 將來這裡可能會乾旱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一定要想辦法把水資源主存起來 所以這個時刻它會環繞著阿爾畢斯山 很快地進行的JW工法 那中國大陸呢 你比較了解的是哪幾個 舉一個例子好嗎 中國大陸現在 在前兩天兩會的時候 在兩會的一個專題的 中國新聞還特別整版介紹JW生態工法 它特別這個專題就希望說 所有的議會的兩會的委員 都能了解JW生態工法 那也因為今天要跟各位見面 然後也要跟我們美麗的陳老師見面 所以我沿路了 本來我今天應該是要在北京接受 他們新華社的專題採訪 也是海綿城市 那現在北京 相信各位同學上訪隨便一查 他們北京有很多行政中心 未來要簽到哪裡 簽到雄安新區 所以主要是雄安新區要做 雄安新區過一段時間以後 有一個很大的博覽會 那假如有機會 各位去那邊也應該可以看到我在大會演講 所以雄安新區那個地方 將來會用JW工法嗎 是的 現在河北張家口已經開始在做 已經做得相當多了 未來2022年的東奧 我相信會有更多人會看到 JW生態工法的成果 好 你日本是在哪裡 就是東京嘛 日本在東京 因為你剛剛講東奧 我想你是從 日本不是 日本是另外一個 日本在哪裡 日本我們是另外授權在東京 對 對 因為你剛才講的東奧 是 東奧是奧林 那個在張家口 張家口 河北 東濟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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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在漢城嘛 是不是 在韓國 首爾 只有我們老人會講漢城 年輕人叫首爾 好 不好意思 我們再來舉一個例子 是非洲的國家 哪一個非洲的國家弄JW工法 本來2月27號到3月3號 塞內交 一個部長 幾個市長 要來參訪 那後來因為我們跟他沒有邦交 他們的部長就不能來 那他們的市長要來 那沿路到今天還沒有辦好 就是因為沒有邦交 然後他們的簽證必須要跑到 布局納瓦首去辦簽證 你先告訴我非洲哪裡 在用JW工法 現在還沒有開始用 現在都開始 我們簽了 非洲有20億個國家的簽約 因為他們一十道水資源 對他們解釋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這道聖代工法有一個特別 我剛剛說它會呼吸 所以它在非洲沙漠地帶 它可以幫你造水 沙漠沒有水 它可以幫你造水 我那時候是因為一個影片 我看到一張圖片 我開始用心去思考 那是因為一個小女孩 然後拿了一個小瓶子 大概一瓶脫的這個水 然後要走好幾公里到一個 開放性的一個水塘去取水 那這個水塘呢 也有很多其他的動物在那邊喝水 那這個水污染是很不好的 那也因為這樣 這道聖代工法做了一些調整 增加了一些研發 那在沙漠呢 可以利用空氣中的水分 以及溫差 然後將空氣中的水抓下來 然後 這個很聰明 因為沙漠地區 最大的特色就是溫差 是 中島轉到要死 是 晚上光到要死 對不對 那溫差 你利用這個溫差 可以把因此產生的 空氣裡頭的水氣 是 把它抓到地底下來 是 各位同學應該都知道 你的杯子 一個玻璃杯 你現在裝水沒有感覺 你放兩塊冰塊上去 三塊冰塊上去 你只要溫差達八度七度 看地區啦 大概達七八度 這一個玻璃杯就開始漏水了 它叫環巢 就開始有水了 所以我們從這一個角度去看 所以大自然它給你很多資源 很多東西 但是我們都是用人定勝天 那我是啟動大自然讓它循環 好 那請問您回來一個問題 就是說 您當想到說在台灣 您因為太愛這個故鄉 所以就想要把它送給總統府 送給國家 然後不要專利權 結果擋住一堆人的財路 就反而在台灣沒有辦法推動 可是我知道在當時台北花博 為什麼各位同學 我要希望你們聽這樣的一個課程 你們不要覺得你們不學工程 所以工程跟你們沒有關係 所有學傳播的人 你們是什麼領域都要略有所知 我其實以前在電視台 或是我在管文獻事業周報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傳播系的學生 出現的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 你除了會拿麥克風 長得漂亮 或是不怎麼漂亮很會剪接 剪接得很漂亮 你對所有的問題 是沒有認識的能力 所以我曾經 很不客氣地告訴各位 如果你們不改變這樣的一個態度 它會發生什麼問題呢 我曾經跟我們事業周報的人說 只要新聞系的學生我都不要 因為我們訓練了太多人 你要這樣進去學剪接 拍攝這些技術東西 兩三個月就會 然後新聞系畢業的人 不懂政治 不懂經濟 不懂環境 不懂工程 只懂直覺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 會產生這麼多問題 那以前在報紙 還是沒有這麼 像現在網路啦 或者什麼電視 變成這麼沒水準的 狗仔的情況之前 像我的好朋友們 他們跑一條線 他可能跑十幾年 所以他雖然是政大新聞系畢業的 他第一天進經濟日報 他就開始跑財政部 他就很認真地了解每一個問題 然後他跑中央銀行 他可以跑一二十年 然後他一直念很多書籍 所以等於是他補足了自己 在原來大學年新聞系裡頭的補足 你們聽到我的意思嗎 那事實上現在呢 因為大多數的人 現在都調過來調過去 而且都很年輕的人 就去上場做記者 以前因為報社的收入是很高的 那電視台的收入也很高 現在所有的電視台都賠錢 報紙更賠錢 然後網路新聞就是亂寫 導致一個結果 就是新聞系畢業的人 如果你自己沒有足夠的知識 你所報導出來的東西 雖然你沒有這個惡意 但是你對這個社會 其實造成很大的一個傷害 那我們今天講JW工法 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台灣有沒有做過實驗呢 可能他用的是他的授權 就在台北花博新生三館裡頭就有 那個馬路啊 他下面當雨下下來的時候 他的水就在最底下 然後呢你在旁邊呢 就很像井口的水一樣 你把那個法一壓下去 水就噴出來 這個水呢就是可以灌溉 所以他這個雨水是可以回收 水是可以灌溉的 那新生三館的建築師叫張清華 他另外一個跟他一起合作的人叫郭英昭 這兩個人呢 他們的建築事務所呢 就是很得到非常多獎的 北投圖書館的建築師 可是他們倒了八輩子的美 他跟他一樣 他們很在乎自己的故鄉 他又是雲林畢業的 他是雲林出生的張清華 他就是想起來小時候 他阿嬤 然後很多特別的經驗 所以當他蓋新生三館的時候 他是環形的三個館 然後中間很多草地 有一個房子呢就是斜的 就是屋頂是斜坡 然後他刻意做斜坡的目的是什麼 他上面都是草地 然後你可以弄螺旋形的爬上去 因為他完全是綠色建築嘛 那他這個斜坡是什麼 是由上往下 是這樣斜下來 為什麼 那剛好是飛機經過的地方 然後剛好是要降落松山機場 所以他就跟著那個飛機的降落呢 就可以站在那裡看飛機 那這整個所有中間是一個生態池 然後外面呢就是所有的馬路 都是可以雨水回收的 然後他另外做了一個旁邊的那個 除了中間的生態池 旁邊還做了幾個水生植物 就是為了要讓可能在骯髒的 在附近的那個柳公菌骯髒的水 流進來以後 經過這幾個水生植物會變乾淨 那水生植物大家都覺得 我們去巴厘島看啊 就有很多水生植物 然後去荷蘭 荷蘭也有很多水生植物 他們可以把水從肮髒的 然後經過它根部的吸收 這個水會變乾淨 可是張清華 因為他是雲林出生的人 他想到他的阿嬤 他說我們台灣本地 就有我們的水耕植物 這個水耕植物 是我們每個人日常生活裡頭最熟悉的 如果拿這些水耕植物 它的根部經過這個水 也造成有這個效果 所以他就擺了好幾個甕 有一個甕呢叫做卡北順 它大概有三四個甕 然後有五個甕呢叫做空心菜 這個使他完蛋了 為什麼 因為呢 最後 當台北花博要舉行的時候 正好碰到台北市的市長選舉 然後就有反對派的議員 他就帶著一堆媒體電視記者 記者就進到了現場 所以記者不是被騙喔 記者是親眼到了現場 但是因為記者不用腦筋 滑重取寵 沒有良心 三個層次 第一個是不用腦筋 因為你可以問問題嘛 第二我覺得還是跟專業知識不足有關係 所以我說今天上課對各位是很重要的 第三個東西就是說你們一定要有足夠的 不用太專業但是有足夠的 某個領域都懂一點點的 你才會變成一個出色的 在傳播領域裡頭的人 那這些記者呢進到了現場 也不會覺得說 哇 新生三館那麼漂亮 哇 這個水生植物 為什麼這個地方可以防止污染 那為什麼會是空心菜 而不是我們平常看到的 其他峇里島的水生植物啊 或是說什麼像碎蓮啊 為什麼不是 而是這個東西呢 結果這位有政治目的的議員 他就帶著他們進來 然後就很誇口的 從此就成了報紙的標題 跟空音結文的標題 一說 我抱歉啊 我講 因為這是他的話 不是我的話 我必須要如實敘述 一說有個要求 要求我 一把空心菜 要兩把口 那成了花博唯一的最重要的議題 那所謂一把空心菜 要拿八口是什麼 就是一個奥 它的經費 上面種空心菜 是六百塊錢 所以它有一個奥 有一個空心菜 放在水池裡面 然後這個廠商 在花博未來舉行的幾個月之內 我記得好像是三個月還四個月 在這個舉行的這個時間裡頭 只要這個空心菜枯萎了 你就要來換 你就要來換這個空心菜 所以它的維修費用 在未來幾個月之內 總共一個奥 要六百塊 但它被簡化叫做 要求我一把空心菜 那兩把口 菜奇亞所有買菜的人都說 這有夠要求 然後就一直罵 一直罵下去 然後就沒有人注意到 整個新生三館裡頭 那個地就是海綿城市的地 也沒有人注意到 它想提倡的綠色建築 也沒有人注意到 其實我們要用水生植物 來把我們骯髒的水變乾淨 我們台灣的卡北孫也可以 我們的空心菜也可以 那可是一個沒有良心的政客 好像是這個世界的常態 一些無知的記者加進來 才會成為獨特的現象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記者為什麼這麼無知呢 那你可以講很難聽說 記者自己也是話重取從 因為他想要用這個方式 可以用很高昂的聲音 去電視台講話 可以有他的收視率 這是第一個 這是記者現在普遍的問題 就是良知不足 好出風頭 這可能是有的 但是我不想這樣看 因為我認識很多記者 我覺得他們沒有那麼糟糕 我覺得他們 除了少數有幾個狗仔隊的 完全以狗仔踢爆 然後炒作新聞為主要的媒體目的的 除了這幾家報紙跟週刊之外 大多數的記者出的問題都是知識不足 所以就成了別人的工具 他們不是被牽著鼻子的狗 我的狗很有自主性 就變成更慘 就更慘了 所以剛才我們在講JW工法 台灣有沒有實驗呢 台灣曾經想實驗 曾經想提倡這個方法 然後用這個實驗區 推廣到全台北市去 幾個主要的新的地方 可能一個一個推廣 尤其那個時候 我覺得他們最想推廣的是社子島 因為社子島老是淹水嘛 結果第一沒有掌聲 第二徹底失敗 第三被別人罵的不行 第四個 那次還發生一個問題 是剛才陳先生講到的 因為同時也在進行一個路評專案 這個路評專案呢 讓很多可以賺鋪馬路的人 都沒有錢可以賺了 所以他一生氣之下呢 就公務局就丟出一大堆資料 幾乎這個市長受傷慘重 他不要改革了 因為任何偉大的改革 或是有一點點理想的改革 在台灣都會受到懲罰 然後呢他不會得到掌聲 然後大家呢都是人云亦云 然後網路呢 反正大家討厭某一個特定政黨 那個政黨做了所有的 是一定都錯的 喜歡某一個政黨 那個政黨講的一切話都是對的 事實上有的時候這個政黨講的是對的 有的時候是謊言 事實上有那個政黨呢 以前做了很多錯的事情 可是現在可能做的是對的事情 所以大家最後變成就是不變是非的結果 就變成我們的海綿城市 就沒有了 好我下一個問題請教陳仁文先生 可是台北市偉大的柯文哲市長 當選了 他也喊出海綿城市啊 他搞了三種三橫 可是為什麼最後還是淹水 然後被別人罵很慘 他的問題又出在哪裡 事實上海綿城市它應該 從城市的角度 它就是一個會吸水 會容納很多人 然後也是一個經濟的中心 也是一個核心 生活的中心 但是呢 它一樣的 我借我們陳老師一句話 它也是災難的中心 那最主要是 我們不能一直吸 一直增加 然後你沒有去調試 你只有增加 我舉一個例子 我喝一杯酒會醉 你一直增加讓我喝五杯 我可能會爆肝 一樣的道理 所以海綿城市 它事實上是有它的一個階段的 那以台灣來講 我們談海綿城市 很多人會連貫到 在歐洲 在美國 你會連貫到低沖幾開花 LID 等一下你先回答我 台北市的三橫 謝謝 好 應該是說 假如說以台北市的三橫三種 這種透水鋪面 很多人把透水鋪面 也當成是海綿城市最主要的設施 但是呢 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大家都能理解 透水鋪面分成好幾種 有材料性的 有拼接性的 有水泥塊的 很多的做法都可以做 包括你種草皮也叫海綿城市 那什麼才是對的海綿城市 為什麼今天我們就說 為什麼要用對的 那柯文哲在選舉以前 有派了他們裡面的人 來找我們 希望做海綿城市 我們也跟他做了一些介紹 那完了以後呢 他真的推了三橫三種的海綿城市 結果他用的是什麼 透水瀝青 那透水瀝青 新聞媒體都有報導 我相信假如去台北市 三橫三種有機會 你們就帶這一瓶水 你把它倒到他們現在以前做的透水瀝青 還是透水磚的上面 我保證他可以留一公尺以上 流動還可以留一公尺以上 也就代表他已經不透水了 那另外透水瀝青有一個很糟糕的 你講話我沒聽懂 你保證他可以留一公尺以上 所以不透水是什麼意思 透水瀝青 他用透水瀝青 本來應該這個水我倒下去 是要直接透到地底下 所以你是說他流到旁邊去 對 他會往旁邊流 最少一公尺以上的距離 就等於他不透水 就是他不透水 你可以做實驗 第二個 這個換了一個最大的一個錯誤在哪裡 透水瀝青在溫帶跟熱帶的時候 它是比薄油的溫度更高 可以高二到三度 而且保溫的時間更長 然後細熱更快 延時更久 然後又不易散熱 那這個代表什麼 所以我們2015年 臺北市做的三橫三重 2016 2016 2017 你會發現臺北市的溫度更高 所以他的問題就是 他沒有把下面這些東西做出來 他只是弄一個表面的 透水瀝青 全世界的透水 讓我想完可以嗎 是 所以他的問題是 他只有表面上是透水瀝青 是的 然後下面該做的這些東西都沒做 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也不能這樣做 因為這個叫革命 傳統的鋪面是 必須把地板烘死 就是土地板回到窄 你回答我問題 他到底什麼沒做 他什麼事情沒做 他該做的沒做 不該做的做 不該做的什麼 不該做的就是說 他做的透水瀝青 透水瀝青底下的土壤 它是夯實的 夯實的是不透水的 OK 所以你現在上面 所以他充其量只能收排水 所以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所以你現在最上面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不是透水瀝青 不是 是水泥 OK 透水瀝青有化學的東西 它對環境還是會有污染的 所以 水泥是有幫助的 所以 他應該就是 還是在原來的那些瀝青的工程廠商裡頭 是 去做一個假裝是透水的瀝青 結果那個瀝青反而導致了溫度更高 反而導致了不排水 然後他其他的工作 應該做的都沒做 應該這樣講 透水瀝青 新的時候是真的會透水的 新的時候 但是底下不透水啊 所以 只有第一年是透水 換湯不換藥啊 上面會透水 底下不透水 那你水透到哪裡去 你做透水瀝青幹嘛 所以剛剛完 所以我才問你嘛 第一個它的表面不對 第二它下面該做的工程都沒有做 就是傳統的嘛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導致 只有剛剛剪彩的時候看起來 叫做海綿工程 很漂亮 但是最後就完全沒效了是吧 是 我這個簡報裡面 裡面就特別提這一些來做 好 我們現在請陳先生在很短的時間 幫我們給大家一個很清楚的簡報 然後呢我剛才問了他大家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他的簡報 好嗎 謝謝 那我們快點 誰做簡報呢 好 OK 謝謝 在簡報以前我想跟各位大家先來 15分鐘 好 謝謝 前面不用15分鐘 不是全部全部15分鐘 是前面15分鐘 它對我太好了 好 這套生態工法它涵蓋的領域有十幾個科系 它跟你不管你寫哪一個科系 跟你的生活就直接的有關係 那你今天沒有聽到的人 他是 是他的損失 那我非常快的來做說明 因為這裡面都是挑戰 是NO 然後為什麼 人家這樣做你說不對 這個你說對的 是真的嗎 你可以挑戰我 好 那這個前面的電燈可以關 可以稍微關暗一點嗎 這裡 沒關係 您趕快來 OK 好啦 那我就用對的海綿程式 建設調適氣候變化 為什麼要用對的 我們因為用了太多的錯的 所以我們的後代主持人 包括你們現在的生活 現在的薪資的影響 也都是因為我們很多的錯 來 開始 什麼叫海綿程式 它在整個程式熱的時候 它會幫你降溫 冷的時候它會幫你升溫 冬暖夏涼 然後整個程式是透氣的 整個幾個台北市 假如全部使用這套生態工法的海綿程式 不需要一條排水溝 永遠沒有水災也不缺水 然後呢 空氣會變乾淨 溫度會直接降低 冬暖夏涼 來 那海綿程式繼續 我們用最快的角度 我們就都不提 沒有聽到是你的損失 繼續 海綿程式的概念呢 整個程式都是水 都是一個活的 所有的雨水下來 就降落在 留在降落的岩柱 不會到地窪地去造成水災 也不會把它流到大海 然後再枯水期再來抽水 造成地層的下陷 來繼續 那前年 那第一個是前年 第二個是低中級開發 LID級湊的海綿程式 建設之缺點 第三 常見的透水鋪面 很多人把透水鋪面 都視為海綿程式的建設 那美國跟德國柏林 他們推動了20年 最終我說他們是失敗的 我在伊利諾大學 我就告訴幾位LID的教授 一個推動的委員 我說你們是失敗的 後來他們很高興 因為他們承認 來繼續 前年 地球三十八一年來 在短短三十年 我們用掉三分之一的資源 美國副總統高我 在2006年說 解決環境的問題 就在短短這幾年 繼續看下去 科學家在2014年告訴我們 地球將在百年內媚解 我們 剛剛 我們主持人也談過 就未來的升溫 包括北極震盪 來繼續 台北是最脆弱的城市 這個我們就不提了 繼續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北極在2025年 2月25號出現 史上最高溫 2度 它本來這個時間 應該是零下 25度到30度的 那 氣額可能在 在短短的幾年 會有70%的這個媚解 然後極端氣候呢 事實上是有增無減 那全球暖化已經成真 回不去了 我在 92年的 國家永續會議 那個時候的柯真昌 主持 他是當院長 我說 他們說 升溫2度 我說不對 是等加4度 現在科學家告訴我們 可能升溫8度 來繼續 我們該怎麼辦 李奧納都說 不要把這顆星球 視為理所當然 也不要把我的得獎 視為理所當然 繼續 這個跟後面 有相當多的關係 我們原來的森林 我們讓它變成水泥叢林 但是我們不讓它變成水泥叢林 我們住哪裡 這個就是海綿城市 海綿城市只有提到 可以集中 可以什麼 這是海綿城市 一直是澳洲一個協責所提的海綿城市 它會吸引人 會吸引什麼 但是沒有解決的方案 你吸引來了 災難來了 你怎麼處理 它災難沒有提 來繼續 當然 環境惡化 氣候變遷 繼續 地球生病了 我相信大家都 不敢否認 來繼續 極端氣候 大地開始反撲 來繼續 不當的施工方法 將地球帶往死亡的道路 你們回去試試看 拿個一個膠帶 纏著你的手 然後纏個幾天 看看你的手 這個皮膚會不會爛 我們的地球一樣 你一條公路的一個建設 一個村落 以村落之間要結合 要連貫 它就要有馬路 一個城市剛剛開始 就是會有馬路 那馬路一走過一片森林的時候 它的溫度 整個生態體系就開始改變了 來繼續 然後我們建造馬路的時候 又會特別需要建水溝 因為不然的話 你積水怎麼行車 所以把水資源都完全浪費掉了 那傳統的呢 就是透水磚 透水瀝青 它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每一天都可以刨掉 每一天都可以重鋪 理所當然的 反正它會壞嘛 對不對 理所當然 就應該修嘛 好 事實上是浪費工堂 浪費時間 浪費人力 到最後沒有錢 還是我們要繳稅 繼續 那傳統的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 只要人行道 只要步道 只要公園 你都會看到這一些 繼續 那透水磚呢 你看我就提一個 合體國小建校才兩年 修了12次 他還說這個是立建築的法規 那個林憲德林教授就很生氣 你說 根本就是做不對 你把它扣到立建築的頭上來 來 繼續 那低窗級開花 它事實上看起來都是優點 全部都是優點 乙花園啊什麼 都是優點 但是事實上你把它拆開來 像這個生態池 台灣有一個教授姓林 他推生態池推的最厲害 在10年前 後來呢 南部做的最多 登革熱前幾年 你看南部多少人死於登革熱 每一年上萬見 都是一個人 但是他到今天不需要負責任 因為他在推生態工法 他在推好的東西 但是事實上 在遠寒地帶是可以的 沒有蚊子的地方可以 但是你就變成他的溫床 繼續 那你看 以柏林為例 推行LID 淹水 能攔截 氣冷不是大淹水嗎 好來 繼續 那美國這個是英利諾大協 我去演講的時候 我直接拍他們的生態池 直接拿他們的換例來做簡報 我說 你看喔 在芝加哥他們的這個水質是非常好 你可以生硬的 但是你做了生態池 智鴻池以後呢 水質悠揚 你反而造成是什麼 造成環境的汙染 來 這個是 本河裡高雄 你看 汙染的這麼厲害 悠揚的這麼厲害 蚊子最多 然後再來消毒 造成熔葉 等一下 來 停一下 我知道 剛才我在後面有問你 我想同學聽不懂 什麼叫做悠揚化 談一下好嗎 因為太陽造射在水 只要有水 有空氣 它就會產生青苔 然後悠揚這個東西 就是太陽造射的時候 因為溫度高 然後就會產生很多的藻類出來 然後水質就變化 就改變 然後藻類越多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藻類死了以後就會變成純泥 就會變成污泥 所以底下 它這個水就會開始變錯 所以我們的生態池 你看藍部做了那麼多生態池 以前學校很多 但是你的維護的費用相當高 然後呢 就因為維護的問題 還有蚊子的問題 它可能沒有考慮到說 登革熱的問題 OK 繼續 那來 生態池非常難維護 你看那個 整個一個悠揚還有青苔的一些問題 繼續看下去 你講一下台大這個好不好 秋紅谷 就是蚊子谷 我相信各位也聽過吧 好 來 繼續 這裡我就連貫很多東西 高跟鞋博物館 它叫做什麼 叫做夏蛙市的乙花園 但是它也是 不是工程瑕疵啊 是因為海門城市的一個重要一個理念 叫制洪啊 但是事實上你把它想過來 它不是一灘水在那邊 沒有退去 會不會錯 然後我現在問各位 髒的東西進來怎麼辦 所以後來他們就 又把這個制洪池 全部挖水溝排掉了 現在也把它改掉了 它本來不是說這個是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防災的一環嗎 制洪嗎 那是錯的 因為你用錯地方了 來 繼續 那你看喔 開放性的水體 一個河川 一個水溝大排 都會優氧到變成這個城礦 你說一個制洪池 能讓它水質不變嗎 好 那再往後再看一下 來 你看那個 這個陳吉認為說 他歷經十年 你看喔 花了五億四千萬 做了一個生態池 制洪池 那你說它不優氧嗎 我舉一個例子 基隆河去年不是 大量的那個移情暴斃嗎 就因為溫度高 裡面溶氧量低 結果移情暴斃得非常厲害 你看 這麼大的一個河川 這麼多的水 它都會這樣 藍部更熱 可能曾經忘了 藍部是特別熱啊 來 繼續 而且徵收的土地呢 你看要徵收多少土地 所以這個 這個你看到 雲林呢 說 花田美容大埔的 的這個翻版 我談這一些說 你要防災 但是你要做生態池 制洪池 這個觀念不是錯的 但是你要考慮到它的環境 還有你的需求 還有有沒有最好的方案 來 繼續 那假如 讓這張生態工法的道路 全部都是變成制洪池 那哪來的水災 而且它不需要土地成本 不需要什麼 然後帶給環境又是正面的 這個可以做一個比較的 這個可以提供給各位同學做參考 然後各位同學可以上網去查 跟你們都有直接關係的 來 繼續 那你看我們很多的傳統的排水溝 我相信大家都會看得到 你家旁邊都會有 來 繼續 這個是細紙我剛剛在談的 原來它的排水溝你看 樹葉 因為它的旁邊樹很多 然後後來呢 改變以後 這個水質已經達到一級水質 達到一級水質 我這裡有一個板子 達到一級水質 那個是環保局做的 不是我自己做的 好來 繼續 那現在它的漁水回收用不完 好來 那像這個水鋪滿 以前不是說我們做環境 我們要回收水 然後要降低洪災 所以要水鋪滿 那事實上水鋪滿的造價呢 就跟地保一樣 非常的貴 什麼叫水鋪滿 水鋪滿就是 你看這兩個水桶 下雨的時候屋頂的漁水 也可以回收到這個桶子裡面 叫水鋪滿 也就是儲存 我們要的時候拿來用 就像我們的錢的鋪滿一樣 這個意思觀念 但是呢 往後看下去 水鋪滿呢 一鋪就滿 一開就完 因為你只有一個桶子 是不是 你又要維護 而且水鋪滿的水質 放在你家的旁邊 還會長蚊子環保局 還會告訴你說 你家裡最好不要品品罐罐裝水 對不對 會不會養蚊子 你看 所以它是一個衝突 而且 又難看 來繼續 所以水鋪滿的缺點呢 它的維護是非常的高 我相信 各位的家裡 沒有那麼多的空間可以裝吧 好來 那剛剛那個一坪土地多少錢 他來裝兩個桶子 好來 所以呢 也像除衣桶 然後還有颱風來了 這個被吹的煉煉蛾 來 繼續 你看喔 那個華式的基礎 我們政府不是推動 華式基礎底下可以儲水嗎 但是試想 有幾棟大樓 幾棟建物真的做好以後 它會去利用這裡的水來使用的 幾乎沒有 就像我們很多建築 這個很奇怪的 這個政府單位知道的 我們做了很多的停車場 它都規定要立化 結果現在做好了以後 就是草皮喔 那草皮底下是什麼 是水泥 然後 製造拿好了以後 把草又要鏟掉 所以一樣的道理 所以很多 理念很好 但是真的執行有沒有徹底 來繼續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水溝變成水庫 變成水鋪滿的時候 你看 像這一條路 原來的排水溝 它現在就變水鋪滿 就變水庫 你根本沒有任何增加的租出 只有得到它的好處 很多水可以直接到你家裡來 來繼續 然後它還有淨化功能 那在海綿城市裡面 有一個是屋頂 你看屋頂立化 那台灣有地震 很多人他以為說 我屋頂立化 我一頂種菜 這個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台灣的屋頂的種菜 常常都是花花盆盆 花花盆盆 那假如不是用花盆的話 用土壤的話 它的沉重就會變得很重 地震來的時候 就很容易讓那個防止歸類 然後當然在這個土的一個吸熱慢 但是它散熱也慢 它當然可以有一點點的降溫 但是降溫是有限的 所以它也是很難維護的 來繼續 它的成本很高 那假如用這套生產工法的屋頂呢 它可以重量很輕 可以在屋頂種 等於是屋頂農場 屋頂花園 可以種菜 可以種水稻 什麼都可以種 而且維護費用特別低 你不需要像一般品品罐罐 另外它會循環 空氣會循環 它可以幫你的蔬菜解毒 一般種在屋頂上的蔬菜 在都市裡的蔬菜是不能出的 為什麼 因為它會 空氣中的這種籤 重金屬 很容易被蔬菜吸附 然後沒有辦法釋放 所以它的籤 重金屬會超標 那假如這套生產工法 底下的維生物幫你解毒 所以就沒有這些問題 可以減少 來繼續 長震的透水負面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透水磚 透水瀝青 然後紫草磚 那個透水瀝青 透水粉一圖 一般的 那這套生產工法 這四種 這套生產工法是新的 來 透水負面的比較 從透水力強度降溫 以及造價 當然我們要考慮到價錢 來繼續 這套生產工法沒有淨流 也就是說 所有的下移不會 你看到有雨水在流的 在馬路上流的 有沒有人看到說 下移那個馬路上說 這個水可以直接穿透 不會流動的 不要排水鍋 就可以直接 這個很多的文獻 那來繼續 那當然它的 這個完全是零淨流 繼續 我們走速度 然後只要在那個 立標章裡面 這套生產工法 也有一個立標章 來繼續 來繼續 那很多係數我就不談了 你看水利署那邊做了這套生產工法 然後我們的這個 這套生產工法的一個表面呢 經過一年半以後 一年半以後 你看它的那個淨流量還是零 經過一年半 一般的透水磚 大概一年已經沒有辦法了 淨流量的意思就是說水 在表面上流動 流在表面上是零的意思 下雨的時候會流 你看上面都會流動 那這套生產工法是零 來繼續 那最高的一個平均 我們是完全是平均的 來 唯一無淨流 那透水磊青呢 這個有很多的那個報告 透水磊青呢 它的透水磊 一下在衰竭的速度 大概完工一年半後 那個幾乎是可以說不透水的 來繼續 我相信在座也有可能是很熟的 那都可以直接來體育發問 那台北市的透水磚的一個透水磊 你看 這套生產工法的一個透水磊 跟其他的一個比較 那 最大的一個降雨量 你看這套生產工法 跟其他的一個比較 是最好的 來繼續 超高的一個淨流量 其他的那個透水鋪面 來繼續 來 經過十年 這是新做的 跟這套生產工法 經過十年的地板 這樣一比較 我們的透水力還是最好 來 繼續 那 剛剛那個 小潔 來繼續 來 一般透水磚呢 它是 容易堵塞 那強度不好 好 可不可以小潔 好 剛剛那個小潔回來 小潔回去 回去小潔的地方 好 我們在那裡停 來 回去 好 這就是 最下面那個 紅色的是 這四種的產品 做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 新登辦公區 它 2003年做的一個實驗 然後這套生產工法的透水磊呢 一個小時是台灣四年的總降雨量 OK 這是一萬兩千多mm 我停在這裡 那你那個上面是什麼 丟丟檔啊 是宜蘭嗎 不是 它這一個是因為模擬下移 模擬下移 好 就是降雨量嘛 就模擬下移 我們先到這裡為止 我請教你問題 請教一下 陳先生就是 當然你很了不起了 就是說你這麼為地球生態著想 首先我先更正大家的一個觀念 地球不會完蛋 會完蛋的是人 地球可能會變成像Hawkins講的 所以會變成一個火球 地球可能會變成一個冰塊 地球會變成whatever 但我們所有的人都死光 OK 所以每次大家都說拯救地球 抱歉 是拯救我們可以住的地球 地球有一天它不適合恐龍住 恐龍就滅絕了嘛 對吧 有一天它不適合我們人住 人類就滅絕了 你沒有什麼高明 抱歉 沒有什麼創世主 創世主不會保護你 所以科學家會告訴你說 如果有創世主的話 他會讓我們趕快發明一些火箭 然後我們就趕快移居到另外一個星球 那你們呢 連買房子都有困難 移居到另外一個星球 就是你現在買的房子都要扔光了 然後呢 誰有能力搭乘SpaceX 或者是搭乘貝佐斯的火箭 然後移居到另外一個星球 可以去那裡住呢 當然是最有錢的1%的人 所以99% are gone 所以其實全球轉化的議題 它最後我在上一次上課的時候曾經告訴各位 它會導致的災害 以及讓人們慢慢知道什麼地方叫災害 然後那個地方的房子就不值錢 然後呢 不值錢的地方就窮人住的 安全的地方就有錢人住的 所以貧富差距不再只是你上班上課 你所要花的交通時間 你居住的品質問題 它牽涉到你的生命安全 變成你的生死問題 所以其實我一瞭解這個全球轉化議題的時刻開始 我其實就很關心 然後我當時還以為自己已經很老了 還有幾十年的時間 所以我想 我那時候做 開始開始做全球轉化議題就想說 喔 2025年 我可能已經這老已經死了 沒想到我就活到了2018年 那時候告訴我們說 有一天北冰陽會沒有冰 就是2025年 那就是七年之後耶 七年之後你們加一下你們幾歲 你們還沒有三十歲 那三十歲的時候的世界就是完全改變到一個程度 所以我下面要問陳晟文先生一個問題 你拿了水利鼠 這我就很納悶了 水利鼠是掌管全台灣最了解如何儲存水的統合單位 我再給大家上一個課 台灣的政府部門以前是沒有水利鼠這個單位的 我們有一個省政府叫水利處 有一個經濟部底下的叫水利局 後來為了重視水資源的問題 於是就把省政府動省了以後 然後再把經濟部的水利局提升 有一個位階叫做水利署 並且大幅增加預算 那既然2003年水利署都鋪了JW工法的磚 也知道如何保留水資源 為什麼 2018年 15年 15年 15年一個孩子可以從生出來到念國中 15年可以讓一個國中的小朋友變成30歲 15年可以讓一個人從30歲到變成中年人變成45歲 在我們的生活中 15年會改變太多東西 可是為什麼這個政府好像還停留在水利署 知道這個事情是Works 可是所有走出去通通都是將軍 那你自己感觸是什麼 請教一下陳先生 因為是法規 因為所有的鋪面鋪道路的法規 就是在一個交通部 那交通部底下呢 一般交通部他不會自己去損法規 他會交給一般的外面的鋪面協會 那鋪面協會 既然是一個鋪面協會 那當然裡面都是做鋪面 都是廠商的 當然領導者是教授 是幾個 領導者是教授 當然法規是他們定的 法規只有幾個 大概不到十個人掌握台灣的所有鋪面的法規 那法規沒有改變 水利署即使我當使長我都動不了 所以 我當交通部長都動不了 沒有法規啊 麥克風 麥克風 當然不願意讓你通過啦 讓你通過了那怎麼辦 法規是法律 立法院可以定的啦 就是我們的立法委員自己跟人家勾結在一起 要不然就是只會吵架作秀 要不然這有什麼稀奇這樣 就是理解這些事情 讓這個東西可以上路 但是真正關心我們這個社會未來發展的人 太少了 可以這樣講嗎 應該是這樣 很多人非常關心 有九十幾%都很關心 但是沒有力氣 如同我早年 前幾年我要通過行政院的公共工程 施工鋼藥 將ZW生態工法納入一般的鋪面 其中一個選項 其中一個委員就直接告訴我 一群委員 其中一個說 你的東西很好 讓你通過我們吃什麼 他忘記他在當時是一個委員 是代表國家在執行審核這個法令 那你說台灣還 後面那句話我就講不下去了 好 我們開發一點時間 讓同學問問題 而且據說為了鼓勵你們問問題 從今天這堂課開始 我們的張老師很好心的 準備了禮物 有禮物喔 有禮物問問題這樣子 來 誰先問問題 聽到禮物我突然發現大家都醒過來了 來 有沒有人要問問題的 其實你們 就是 光是從你們關心很多全球的議題 同時幫我播一下 剛才沒有播完的 然後不要放聲音就好了 看畫面 Ruston的也許 Ruston是這麼地沒想到還會淹水 因為它是一個Texas 如果你們去過德州 它是比較接近沙漠的 所以它有夜淹油氣 它算是乾旱一點點的地方 然後它的住宅呢 自從有夜淹油氣之後 它再加上那個地方的太陽 所以還有很多太陽能 所以非常多的大數據中心 都搬到了Houston去 因為夜淹油使他們 天然氣使他們的電非常地便宜 沒想到這一場大雨 再把一年的雨量 在四天之內降下來 然後全部就變成 美國史上最大的一場洪水吧 你們繼續地看這個整個畫面 那有問題的人請舉手好嗎 你們都不要禮物 我就帶回家囉 老師 我有問題 好 她有禮物 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 那第一個是 你的意思是你要兩個禮物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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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請教 就是第一個問題是 很多水的設施 淑水設施 它最多 最大的問題點就是 因為泥沙淤積量 所以導致那個設施不能使用嘛 那這個東西在道路上面有洞洞 如果說我的馬路上的一些落成量堵住那個洞的話 我該怎麼打掃 或是它會不會減短了這個設施的使用率 來 回答 非常好的問題 各位同學應該 你只要練環境了應該就知道 我們土壤的行程一公分要幾年 一公分 土壤的行程一公分要幾年 這個就是它的答案 你直接回答 這個就是它的答案 好 兩百年到四百年都有 所以灰塵它是因為 它剛剛的泥沙是因為帶來 帶過來的 這道生態公法不一樣的是垂直的 雨水是不流動的 所以沒有沖刷的 它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馬路上有很多人有很多藏東西 比如說 它假設我的腳上都是泥巴 然後我就走到這個馬路上 馬路上就有很多泥巴 然後一場雨水就沖下去 你的意思是這個對不對 是 所以底下 因為底下的空隙很大 那很多的泥巴呢 很多的表面的灰塵 表面的東西大概都有很多的灰塵 灰塵都是有機質 有機質碰到微生物呢 會被分解掉 你放一塊木頭在底下 我幫它回答 木頭會不會爛掉 我幫它回答 我幫它回答 我國中有畢業 高中有畢業 我告訴你 它會設計 但是它沒有跟你說清楚 剛才我一開始的時候 你注意到 這裡漏進去 這裡是水泥 是為了支撐這個表面 對不對 這一層就是來分解 鬆的 這一層就是來分解 所有污染東西的 它裡頭有 它石頭所以會有漏洞 最下面才是除水 然後那一層就是很像 水生植物裡頭的根 它讓你把很多東西 就在那一層 分解掉 把中的東西分解掉 大部分都分解掉 這樣懂嗎 OK 還有一個問題 那有沙子跟石頭 它會存添再下去 下一個問題 好來繼續 下一個問題是剛剛說到 在非洲的時候 這個設施會因為 因地質疑 那台灣位於一個歐亞板塊接觸帶 還有火山地震帶 地震很多 那如果說遇到地震地殼 隆起的時候 它會不會變成一個水的出水口 好 海里斯說遇到地震 你這個JW工法 會不會搞到裡頭的水 全部都冒出來 把我們噴出來 變成滿地通通都是水 這也是好問題 很聰明 太好的問題了 各位同學 你要得三個獎 各位同學常常搭火車 你們看到火車都是什麼 底下是什麼 碎屎 它就會吸震 那另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它不僅是吸附噪音 吸附震 還會做地板的自我平衡調整 因為碎屎是鬆的 你看我的底下是鬆的 不是碎屎不是碎屎 所以等一下你意思說 你這裡下面的碎屎 它可以移動的 它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地震來的時候 它就跟著移動搖搖搖搖 所以 路不會搖 路不會搖 因為它叫吸陣 避震 它本身是具備避震效果的 是的 然後它又分散力量 你經過實驗嗎 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的實驗 超過十年了 你說以地震的這一種情況 它是這樣 它可以承受多少 人事規模 我相信最少四級五級沒有問題 人事規模四五 但是 在大地震它會跟著表面搖晃 跟我們的火車一樣 在幾級以內 它還可以行駛 你就想火車在幾級以內可以行駛 幾級以上就不行 就是因為它的吸陣 這很合理嘛 就是說 到人事規模七八 它的整個山都走山了 這個不太可能 那沒有辦法 是沒有辦法的 它不是可以解決萬能的 來 我們下一個問題 它一個人問了兩個很棒的問題 剛剛要補充一下 地殼隆起腳一公尺 五公尺 十公尺 那當然它的表面也會斜 也會變形 但是表面還是會存在的 不會裂開的 來 下面還沒問題 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它一個人拿走全部的獎項 算了 只要敲鐘碎的獎都是它的 都沒有人有問題嗎 我想點名你的問題 因為我注意到你很認真的聽 我主動送禮物給你不行嗎 你不想問 你要不要問 你想不到任何問題 好 那我問他問題 你把麥克風給他 OK 我想請教你啊 你聽完了這個JW公法 還有聽到它在全世界現在被推廣 尤其中國大陸居然用兩會 我告訴你中國大陸 今年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個它發生中國大陸最嚴重的 它沒有民主 但是最嚴重的政治倒退 就是習近平修憲 把他的任期制給改掉了 這跟台灣的蔣介石一模一樣 就回到了最威權的獨裁體制 這是第一個 可是中國大陸也進行了政府最大的改造 這個最大的改造呢 它就把好幾個部會 全部都整備起來 其中有個叫自然資源部 它就是把所有跟全球暖化 自然資源 土地沙漠化有關的全部都整合起來 然後呢 它就宣布要在16個大城市裡頭 全面的鋪蓋海綿城市 那什麼叫中國大陸的全面鋪蓋 讓我給你舉個例子 上海決定讓自己成為一個地鐵城市 它的意思是什麼 它一次蓋195個車站 12條捷運 最後它就在從2005到2010這5年之內 它的所有的地鐵禮數 最後達到倫敦跟紐約的標準 然後到2012就超越了 這就是一次 那那個時候 有很多的上海當地 沒什麼遠見的老百姓 或是很沒什麼遠見的知識青年 就會亂罵 還幫忙年輕人的偶像像嗨喊等 他就說那都是給觀光客來玩的 因為他們開車快要發瘋了 你想想看同時挖12條地鐵 蓋195個車站是什麼意涵 那我不太希望說 中國大陸的政府改造很成功 中國大陸的自然資源部整合 然後最後海綿城市16個都非常成功 然後他們很了解 上海面臨的海平面上升的衝擊 天津根本就是跟我們很多地方一樣 它根本就是位於海平面以下 深圳或者是說像廣州是他們的命脈 那北京本身也面臨水資源的短缺問題 所以它全面的把雄安心區就全部都蓋過去 然後疏散北京的人口 並且要解決海綿城市就是水資源的問題 那如果最後證明就是這種強人政治威權體制 獨裁政治它做的所有的政府改造 才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 民主政治the end of the day 您聽懂我意思嗎 那我現在講完跟你聽 就是說在台灣這個推不動 因為民主政治就是這種政商勾結 那個推不動 因為我們的法規委會的教授的 或是博士日本委員 就說那大家吃什麼飯 你聽完的感覺是什麼 可以再總結一下嗎 你講了很多 總結一下 You got no feeling You got no feeling 你會不會覺得就是說 台灣太慢了會不會 會啊 會嘛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希望其實就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的體制雖然有些部分我們覺得 我們比中國大陸是優秀的體制 可是如果看某些議題的結果 我不是說中國大陸的體制是對的 如果我們不能用民主政治證明 我們可以解決問題 我們的民主政治如果最後證明是 使我們問題不能解決 那很多人會得到一個完全相反的答案 你聽懂我意思嗎 就會得到一個完全相反的答案 那事實上這跟民主政治有沒有關係 根本沒有關係 跟政治人物 跟專家學者 跟政府自己在修改法規 跟立法委員本身不夠有政治良知 以及老百姓自己亂選人 老百姓自己充滿了一種各種政治偏見 自己不注意自己的權益有關 我講對嗎 對不對 它跟民主政治沒有直接關聯性 其實跟那個社會的公民素養 跟他的代議事政治跟政府官員的良知有關 對嗎 這應該是教育問題吧 因為政治實際 制度只是一個東西而已 可是最後還是人性的問題 像他講到法規是被那些人控制 那他們也是因為利益的關係 對啊 那可是如果今天是 今天是一個好的皇帝的話 還有良知的皇帝 這也是好的國家也好的制度 可是如果是壞的皇帝的話 這個制度就是壞的 那民主是因為 我們會這樣 是因為我們教育程度 還有教育良知一些缺失 那我們今天來上次坦克對不對 如果大家只是在睡覺的話 那就沒有用 那你有在睡嗎 我沒有 好 請給您一個禮物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課的時間到了 我們特別給陳先生一個掌聲 他說他沒有任何書籍 謝謝大家 謝謝 得確替大家賞進各種方法 我們非常非常感謝他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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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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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